林宇哥,你找周師傅看看有什麼菜式 好啊 千架醬焗蝦球 首先採用老虎飯球 綠底味,醃製 然後我們上一個脆皮漿 一個煎炸的形式 變成脆身,是金黃色的 然後我拌回千架醬去炸米 這樣比較豐富 哇,這個老虎蝦球 嗯,能夠做蝦球的話 那些蝦一定要大隻才行 如果小隻的蝦就做不到蝦球 因為它成不了球 我們以前做蝦肉出來 由蝦人,蝦球 通常蝦球前面加大字 大蝦球前面 是,這個蝦粒粒都很飽滿 我先嘗嘗吧 對,這個青芥 除了蝦球的爽脆之外 真的還要青芥的味道調得美 這個蝦球 這個蝦球的選擇也很重要 它選擇了很大的蝦 而且覺得它非常新鮮 這個青芥醬也很特別 因為平日吃到的蝦球 它放一些沙律醬 我覺得沒有這個青芥醬那麼好吃 它除了酸酸甜甜之外 它還有一種芥末的香味 對,這個醬汁是… 它的底部 都是用生肌醬的底部 它可以混入青芥末 是 有些人稱呼它為日和醬 用來烤海鮮也很適合 譬如我們烤腥口、烤生蠔 這個醬汁跟海鮮非常合適 這個醬汁 它現在用來炒大蝦球 蝦球真的很爽 是 很響起來 它真的有心思 加少許的米 是 這個炸米,一咬下去 第一時間有些米味 還有香脆的口感 再咬進去 很好吃 然後就啃,這麼爽 沒錯,口感的層次很豐富 而且我覺得這個菜 可能小朋友會很喜歡 酸酸甜甜的,又可以送飯 女士也特別喜歡 女士小朋友 我發現這裡的產品 都是比較針對一些 像你們那樣的美女人才 女士 這個蝦其實跟剛才的水一樣 其實是有比較創新的做法 很多人都用炸的方法 也用煎的方法來做 它更加… 像西餐那種感覺 對 好像周師傅還有一些好介紹 不如我跟他學習吧 好,做個傳統的出來,可以嗎